各位学员大家好 从本节课开始 咱们学习第三节 家庭财务比例分析与财务诊断 咱们在上节课中说了 咱并不是为了编报表而编报表 咱们在编完了家庭资产负债表 和家庭收支储蓄表之后 其实是要用这两张报表的数据 对家庭的财务进行诊断 有哪些项是不合格的 哪些项是需要提高和改进的 因此我们引入了家庭财务比例分析 我们将通过计算这八大类的 家庭财务比例分析指标 对一个家庭的各方面财务状况 进行分析与诊断 这节课咱们先来学习前四个指标 第一个是家庭常债能力指标 常债能力指标有五个子项 第一个是资产负债率 它的计算公式是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这个指标的合理区间是60%以下 如果超过了60% 那就说明资产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借来的钱 接近于资不抵债了 如果资产负债率大于60% 如果是长期贪还的房贷可以接受 为什么这可以接受啊 因为长期贪还的房贷本身来说 每期的还款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是短期贷款应立即进行减债计划 以免周转不灵陷入破产困境 因为如果你都是短期贷款的话 那么一个你可能还款时间比较短 第二个你还款的利息也比较多 所以说呢 短期贷款应该马上进行减债 防止就是陷入破产的境地 这是第一个资产负债率 用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第二个比率是流动比率 那流动比率呢 一般作为一种短期的长债能力指标 它的计算公式是流动性资产除以流动性负债 那流动性负债 那就是说咱们一些短期的消费性支出 信用卡的卡债 小额的小额贷款 还有一些分期付款 这都是流动性负债 那流动用资产呢 就是咱们的现金啊 回损款等等 这个比率计算的是什么呢 流动用资产能够覆盖几倍的流动性负债 对于流动用负债 这种短期的到期时间短的负债 基本上只能用流动用资产来去覆盖它 是因为投资性资产可能不能那么迅速变现 自用性资产你还自己用呢 所以一般来说呢 只能用流动用资产去偿还这个流动用负债 那么流动比率它就是去计算 流动用资产到底能还上几倍的流动性负债 这个合理区间是200%以上 也就是说你所拥有的流动用资产 至少要是流动性负债的两倍以上 这是第二个分指标流动比率 第三个是融资比率 那融资比率它的定义是投资性负债除以投资性资产 它衡量的是什么呢 它衡量是财务杠杆的运用程度 有时候你的投资 你的本金可能并不一定都是自己的 有可能是你借的 那你借了多少呢 那融资比率就是用来衡量这个财务杠杆的运用程度的 合理区间是50%以下 也就是说这个投资性资产中得有一半以上是你自己的钱 而且投资标的风险越大 融资比率应该越低 因为借钱投资 之前就说过了 借钱投资是一把双刃剑 它赚的可以让你赚的更多 赔也会让你损失的更多 所以说如果投资标的风险越大 为了减少风险 那么就应该降低融资比率 多用自由资金投资 这是第三个分指标 融资比率 第四个分指标是财务负担率 那财务负担率它计算公式是 年还本负息总额除以年可支配收入 这个意思就是说 年可支配收入中 有多少钱是用来还贷款去了 对吧 有多少钱是用来还本负息去了 底下给大家写了一个年可支配收入 计算公式 可支配收入就是税后收入 那就等于税前收入减去三险一斤 再减去所得税 就是你的税后收入嘛 它的合理区间是40%以下 也就是说你税后收入挣10块钱 那这10块钱中你的还本负息 那还贷款这个额度 你挣10块钱 你还贷款不能超过4块钱 超过40%就很难从银行增贷 也会影响生活水平 因为银行在合贷的时候呢 它有时候会考察你的财务负担率 如果它认为你的财务负担率过高 那个债款它可能就不批给你了 而且那财务负担率太高的话 确实呢会对生活水平有一定影响 你税后收入10块钱 你又4块钱都去还贷款去了 那留你自己花的只有6块钱 那实际上你生活水平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这是第四个分指标 那第五个分指标是平均负债利率 那它的计算公式是年利息支出除以负债总额 这里为什么要去计算平均负债利率呢 因为一个家庭可能有不止一笔负债 这些负债它的借款的条件 借款的金额 借款的期限可能都不同 那么这些负债那它们的利率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下平均 用所有负债的年利息支出除以负债总额 就可以得到平均负债利率了 它的合理区间是常规商业贷款利率的1.2倍以下 如果超过这个1.2倍标准 那就说明除了管银行贷款 还用了一些其他的高利率的借贷途径 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 那需要进行一些减债减息的计划 那说完这五个常债能力指标 那最重要的是哪个呢 最重要的肯定是资产负债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对资产负债率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我们为什么要分析资产负债率 是因为资产负债率 它既是最重要的指标 而且也是一个总量指标 它是一个总量指标 那总量指标往往在分析的时候 如果不将其分解的话 有可能会掩盖一些你看不见的问题 具体怎么掩盖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 咱们现在先把资产负债率进行一个分解 首先我们知道 总负债等于流动负债加投资性负债加上自用性负债 那么资产负债率的分子是总负债 我们把分子拆开 这个TL我们把它拆成了CL加上IL加上UL 就是把负债拆成了流动负债 投资性负债和自用性负债 分母暂时不变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 那拆开来的负债跟总资产其实是对应不上的 跟总资产是对应不上的 流动负债除以总资产是什么意义呢 可能很难找到它对应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也要把总资产进行拆分 但是在拆分的时候 因为总资产在分母上 不太适合直接拆分 所以说我们就引入了一个 先除后乘的这么一个手段 比如说对于第一项流动负债 这个CL我们除以一个CA 就是除以一个流动资产 再乘以一个CA 其实这两项是可以抵消的 但是一除以乘是可以把它对应起来的 第二项投资性负债 我们也是可以先除以一个投资性资产 再乘以一个投资性资产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把它们对应起来的 这个自用性负债是同理的 那我们分解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CL除以CA 就是你的流动负债除以流动资产 再乘以CA除以TA 也就是你的流动性资产的比率 加上IL除以IA 投资性负债除以投资性资产 这就是你的融资比率 再乘以IA除以TA 就是你投资性资产的比率 第三项 UL除以UA 就是你的自用性负债除以自用性资产 那就是你的自用贷款乘数 再乘以UA除以TA 就是你的自用性资产的比率 那我们通过分解就可以把资产负债率拆分成了这三项之合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深入到内部了 那究竟是怎么深入的呢 咱们来看下边一个案例 这里有四个家庭 这四个家庭 它的资产负债率是一样的 都是63% 如果我们不对资产负债率进行拆分 那么我们对这四个家庭提出的理财方案是一样的 因为这四个家庭资产负债率相同 但是如果把它拆分了 按照刚才咱们说的把它分解开 就能发现很多问题 好 现在我们把这四个家庭资产负债率拆分一下 第一个家庭 我们看到 第一个家庭 它全部的资产都是流动性资产 因为CA比TA 流动性资产占比是100% 但是它流动性资产中 有63%都是借来的钱 那它的总资产负债率就是 63%乘以100% 加上0%乘以0% 再加上0%乘0% 它的投资性资产跟自由性资产是一点没有的 对吧 它63%的总资产负债率是这么来的 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咱们就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透支型 为什么叫透支型啊 是因为它的流动性负债 太多了 对吧 流动性负债占流动性资产能达到63% 对吧 而且流动性负债都是什么呀 卡债 对吧 这个小额贷款 这种短期负债 那短期呢 它简直还债压力是非常大的 它呢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偿债的危机 这是第一类家庭 这个家庭 它的资产负债率也是63% 但是我们分线上的结构 它有10%的流动用资产 没有流动负债 剩下90%都是投资资产 而且啊 针对这些投资性资产 借了70%的负债 那么我们管这一类家庭 叫做投资性的家庭 那这一类投资性的家庭呢 它可能不会像第一类家庭那样 遭受到严重的偿债危机 但是呢 它会接受到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压力 那因为它的投资大部分都是借钱投资的 那融资比率有70% 一旦那它的借钱投资 它的投资的方向跟市场中啊 最终的它投资的标的的那个走向是相反的 那其实啊 它就有可能面临着强制平仓 对吧 它得承担价格变动引起的强制平仓的风险 这个是第二类投资性 那第三类家庭 它的资产负债率呢 也是63% 它呢 有10%的流动资产 但是投资性资产一点都没有 90%的资产都是它的 都是它的自用性资产 那自用房 自用车 那而且自用性资产呢 它也是借了很多的钱 那自用性负债也有70% 那这一类置产型的客户 那它的偿债压力 是比较的平均的 那因为它不管你是房贷也好 还是车贷也好 那它的还款呢 它的这个还款压力 在这个整个还款期限内都比较的平均 但是那这类置产型的客户呢 它也有一个问题 它没有投资性资产 它的财富增长速度是非常慢的 那其实最好是哪个呀 最好是平衡性 这个平衡型的客户 它资产负债率也是63% 但是呢它既有流动性资产 又有让它增值的投资性资产 又有可以给来带来效用的自用性资产 那这个呢它是相对平均的 风险也是适度分散的 而且有机会利用财务杠杆 加速资产成长 所以说根据咱们对资产负债率的拆解 我们能够发现 都是63%资产负债率的家庭 但是他们的这个侧重点 包括建议和分析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咱们所说的第一个指标 也就是家庭的偿债能力指标 第二类指标是家庭应急能力指标 这个指标只有一个是紧急意味劲倍数 它的计算公式是流动性资产除以月必要性的现金流出 那这个除完了是一个月数 它的意思就是说流动性资产能够维持几个月的必要性的现金流出 那什么是月必要性现金流出呢 它包含哪些呀 生活支出 房贷本利 还有各种的保费 那这个应急能力指标 为什么说是应急能力呢 就因为已经发生了紧急事件 一般来说失业 对吧 比如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很多人失业 那么这个时候你失业了 没有工作收入 你没有收入那你得吃饭呀 那必要支出还是有的 那你得还房贷呀 那保费你不能不交啊 对吧 那这些现金流出 那怎么办呢 你就没有工作收入了 你只能用你的流动性资产来偿还它 或者说来 你只能用你的流动性资产来覆盖它 所以说紧急预备金倍数算出来是一个月 是一个月数 合理区间是三到六个月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流动性的资产能够维持三到六个月的月必要性现金流出 给你三到六个月的缓冲时间 让你重新返回工作岗位 那紧急预备金倍数就是这样的一个计算指标 这是第二类家庭的应急能力 第三类是家庭的保障能力指标 也就是它衡量家庭在保障程度方面做的够不够 它有两个分指标 第一个是保费负担率 也就是说用保费除以税后工作收入 这个合理区间是5%到15% 一般是以工作收入的10%为合理的商业保险保费的预算的标准 为什么会引入保费负担率 因为只有社保不足以应付受险与产险的需求 还是需要再加买商业保险 而且商业保险保费不易过低也不易过高 一般来说是5%到15% 这是保费负担率 第二个是保险覆盖率 那保险覆盖率就用已有保额除以税后工作收入 这个合理区间是10倍以上 那保额是税后工作收入的10倍 保费是税后工作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就是保险中著名的双十原则 咱们家庭保障能力指标 也就是采用了双十原则的基本思想 这是第三类家庭的保障能力指标 第四类是家庭的储蓄能力指标 就是你储蓄能力 那储蓄能力有三个分指标 第一个是工作储蓄率 那工作储蓄率 那当然就是用税后工作收入减去生活支出 再除以税后工作收入 税后工作收入减生活支出 当然就是工作储蓄 分子上就是工作储蓄 也就是说它衡量的是你工作储蓄占税后工作收入的比例 那它的合理区间是20%以上 而且工作收入的绝对值越高 储蓄率应该也越高 这个是只考虑了工作储蓄 如果把它扩展到了理财储蓄 那么这个工作储蓄率就要变成总储蓄率 那总储蓄率就是税后总收入减去总支出 再除以税后总收入 那分子上税后总收入减总支出 当然就是总储蓄了 所以这个指标也可以叫做总储蓄率 它的合理区间是25%以上 因为你的工作储蓄率合理区间是20%以上 所以说你的总储蓄率加了理财储蓄了 那你合理区间明显应该比工作储蓄要更高一些 这里也有一个说明 那税后总收入也包含了工作收入及理财收入 第三项是自由储蓄率 也就是说它衡量自由储蓄占税后总收入多少 它的计算公式是储蓄减去固定用途储蓄 再除以税后总收入 因为储蓄减固定用途储蓄就是自由储蓄 那分子上就是自由储蓄 所以说用自由储蓄除以税后总收入就得到了自由储蓄率 自由储蓄率越高 当然资金是越宽裕的 那这个自由储蓄呢 也可以用来满足短期目标或者提前还债 自由储蓄率的合理区间是10%以上 因为你总储蓄率合理区间是25%以上嘛 那你自由储蓄率的合理区间明显要比总储蓄率的合理区间要稍微低一些 因为你扣掉了固定用途储蓄的部分 这里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二显一金的缴费 这个呢咱们有时候会把它视为一种强制储蓄 为什么这二显一金带来的强制储蓄 并未包含在储蓄能力指标内呢 是因为咱们在计算家庭储蓄能力指标的时候 其实本质上或者说初衷 是要看这些储蓄有多少能够为满足理财目标所用 但是你这二显一金的强制储蓄 它是一种什么呀 现在你是用不了的 未来才能用 所以说呢咱们就暂时不把它们包含在储蓄能力指标内了 好这一刻呢咱们学习了家庭财务分析的前四类指标 那常债能力 应急能力 保障能力和储蓄能力 那这其中呢 常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 应急能力中的紧急预备进倍数 还有储蓄能力中的储蓄率等指标都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掌握 咱们在下节课呢会继续介绍其他的一些家庭财务分析的指标 好这一刻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